第六項 第三小項 年會 就是會員大會 我們請主席主持人 先等一下派洋會 洪秘書 立如啊 不來啊 主席以及我們各位先進師友 招洋會秘書陳立如第二次報告 我報告的主題是年會集會員大會 年會 會員大會最可以測試 每個分會的傳承 以及會員團結的程度 所以要怎樣策劃一個成功的年會 也是會員會員大會是相當重要的 首先如果我們想要把年會會員大會辦好 那我們應該有個籌備工作 在籌備工作裡面 我們所應該要有的 第一個像我們要具備籌備會議 開籌備會議 那我們籌備會議的裡面 我們的內容計畫要先做好 我們的內容計畫一定是明確的 可測量可達成的 可以實現的 而非只是空想 那另外我們在組 在我們的內容計畫裡面 我們的工作一定要做分配 通常我們也會分大會的總幹事 或副總幹事 以及場地我們可能也會分組 我們會分物質組 財務組 點一組 報告組 引導組等等 我們依我們的大會場地狀況 我們來做決定 另外我們的財務規劃 一定要編列預算量入為初 一定要覺得做得到的才做 也要編列的很龐大 但是我們金錢也還要在籌作 這樣就會很辛苦 另外 我們一定要適當的進度追蹤與減好 我們的進度 要看我們的達成度已經達到到什麼程度 那典禮前之前的彩排 如果可以做到彩排一定會更好 這樣我們整個會晤會 整個年會的大會場 整個場會變得更好 所以再來我們的場地選擇 場地我們要所選擇的大中小 這都關係我們整個會場的感受 還有我們的場地設備 它是否有音響設備 停車方不方便 這個都是我們要考量的 那場地的布置 我們選擇的場地越好 布置就越省事 我們所花費的布置費用 一定就越緊結越方便 那另外我們的邀請對象 我們的貴賓姐妹會 一般來賓師友 還有授獎人員還有寶券 那我們的勤儉 交通位置圖還有迴函 這個都我們可以 事先做預備做準備 以及聯絡工作 在聯絡工作 我們最主要是 確認我們的貴賓 他們是否可以到達 如果可以到 我們要介紹 我們可以事先製作 我們的介紹名單 然後我們也可以製作 我們的名牌 熊花還有座位的安排 那典禮來舉辦的話 在舉辦的過程裡面 當然我們的步驟是非常重要的 那還有我們的會場出席人次 我們的出席人員座位的安排 一定要安排得非常好 還有接待 我們的接待組 報道組 是不是讓人家感覺很順暢很舒服 還有如果來賓簽到的話 我們一定要讓來賓簽到的時候 想辦法讓他把全名簽好寫好 那這樣我們可以有個方便說 我們詩儀在介紹的時候 一定可以介紹得更完整 避免去疏漏 那議程還有程序呢 這個是詩儀最需要去做的 詩儀是一個靈魂人物 如何把我們的場地 跟我們整個場次的時間 安排到最好 這個是詩儀他要去做的 所以詩儀可以的話 要邊寫腳本 那如果腳本可以做得更好 寫得完整 那通常我們在典禮運作過程中 我們的疏漏就不會差太多 那當然我們的詩儀講話 口才越好 越輕鬆 那所參與的人就會感受越好 當然廢話不要太多 那再來 我們貴賓的支持 我們平常希望貴賓的支持 也不要要求太多 每個貴賓都如果都要面面俱到 太多的貴賓 五個十個地方人是太多 那可能就講不完了 所以貴賓的支持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在我們一般盡量不要放 發生的錯誤就是貴賓的支持 我們要先先安排一下 跟地方人士可能要跟他們抱歉一下 那第二個我們典禮的時間切勁太容易長 我們的紀念品各方面 在安排捐贈的時候 這個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如果我們可以注意到這些東西 我們的典禮一定可以越辦越好 那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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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我拍給你 你看看我心情的姿勢